紅絲與李韻慶去年11月等級結婚後 在本月初宣布了懷孕三個月的喜訓 日前紅絲在社群發文表示 自己悲孕的過程並不複雜 盛其自然放鬆心情後 就成功懷上寶寶了 在得知懷孕的隔天 還如常的做了家務和運動 直到後來他發現有咖啡色分泌物 進醫生檢查後告知他 子宮內有傷口在流血 所以便打了第一次的安胎針 也拿了安胎藥服用 當時醫生只是表示 因為太勞累才導致這樣的情況 於是他回家後 仍維持之前的生活作息 沒小分泌物還是持續出現 他還去另一家診所看診的時候 醫生才警告他不能小看見情況 嚴重的話可能還會導致寶寶在胎內窒息 雖然之後還是出現流血的現象 但在醫生的幫助下都順利度過 他的老公也包來了所有大小事 而紅絲則幾乎都在放鬆睡覺 最後子宮內的傷口也終於癒合 幸好他和寶寶都沒事呢 抱歉 恐怖 開玩笑 SIM representation